最近有一宗新闻挺有趣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紐約進入緊急狀態 拜登總統上任之後 有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現在捉都捉不完 大量的移民進入了庇護所 究竟什麼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歡迎來到這個妄想世界 這個頻道講一下經濟、投資、股市、玄學 分享一下我日常接觸到的事和知識 有些是創業的事情 今天就聽到紐約進入緊急狀態 也挺厲害的 很多附近有南邊擁有移民進入墨西哥那邊 其實之前 特朗普已經阻止了很多移民進入 但是現在拜登就不是了 他就讓他們進來 他們全部人都走去那些庇護中心 多到怎樣呢 就是一天幾車那些大巴都進來 跟著呢 然後呢 飛機也有 有些乘坐飛機過來 總之是很大量的移民 他們都去那些庇護所那裡 其實好不好呢 以前美國在製造業很多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他需要有相當的技術 當然他現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工人 有些低技術工人是好的 但是 是不是這麼多就業職位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呢 帶來很多問題 因為呢 就是那個經濟和這個 這個政治問題 那如果你通街都是這些人呢 也是很大的問題 那 迫使他們呢 現在呢 希望呢 就是現在呢 有法律訴訟 就是希望呢 趕走那些人走 那現在兩邊呢 就在那邊博弈著 那這個呢 就是之前呢 就是那個總人數 進來的總人數 哇 很厲害的 二十幾萬啊 就是 這個 美國 只是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而已 那些人從哪裏來呢 有不同的地方 甚至有巴西 委內瑞拉 海地 古巴都有 就是周圍都有 那你發覺呢 就是 當其他國家的經濟差的時候呢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的 就是如果你說 如果 其他地方經濟差 其實會是湧入附近呢 高新一些的地方 那就放棄了去原本的地方 那很多這個情況 那其實呢 是湧入去城市的 就是好像 就是 你由二三線城市 然後湧入一線城市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你說 難找工作的嘛 你去一些 其他地方去搏一下嘛 看看有沒有機會嘛 所以香港其實 人工高那麼多呢 其實不用怕的 其他地方呢 會吸引一些人過來 除非這裡呢 人工很低 越來越低 或者 真的沒有了就業機會 那 否則呢 其實你那個 只是那個 人工的差價呢 其實會吸引一些人過來 那當然啦 那些人留得多不多 很難說 當然 一定有一些人競爭到 競爭到那些人就留下 不可以那些 就開始走 又回到二三線城市 這個循環是周圍都有的 譬如廣州那邊 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 有些 打拼到的 就留在那裡 不可以那些就走了 其實是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說 對香港這個城市很悲觀呢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是這樣看的 雖然很多人外面 都是說得很差 但其實這個是正常 就是你在某個地方 留得低 留不低 那有些人會說 那是政治因素 那當然有 每個人不同的考慮 那但是沒有一個 完美的答案 這個答案是你自己的 我經常都說 就是移不移民 那些是你自己的答案 那但是 這個 這個移民潮呢 就令到他們 其實很多人 就是你看到那個 就是很多不同的 無證人士進去 那會不會影響治安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有影響 那你貧富懸殊 更加加劇 因為他不停加息 這段時間 其實有些 其他的那些 就是非美元區那些 其實很受損 全球所有國家都受損 那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那個 加息造成 因為當你 減息的時候 其實錢到處去 那當你減息的時候 就是減息的時候 你看到其他 就是國家都OK的 那其實你發覺呢 原來是最 最大的影響呢 就是 搞個匯率先的 所以我都 每次都說呢 就是有經濟危機之前 一定搞個匯率的 那當年呢 其實那些國家呢 就嘗試去救的 例如泰國的時候呢 太豬不停貶值呢 那他就嘗試去救的 那你其實 一救呢 其實是中了一個圈套的 是國家都會中了一個圈套的 因為你當你一救的時候呢 那個外匯儲備呢 就是一路 用鬼了 那反而呢 你不救呢 他自自然然呢 隔了一段時間呢 他又會 回復上來 因為那個周期其實 其實挺長的 所以有時候 要等的 因為呢 譬如說 一個商品周期呢 他一聲那些油價升到很高 過百元 然後呢 又會跌到變成負數的 那但是呢 你這些情況呢 是很極端的 所以呢 我經常都說呢 投資就是 什麼可能性都會發生 就是不要想著 我一定呢 就這件事不會發生 那所以現在這段時間呢 最重要呢 就是呢 怎樣呢 部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為什麼 我一直都要早些部署 因為你當你有事的時候呢 你已經趕不及做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一定要堅持 就是我開了一間之後 其實我已經是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的 其實 我很久之前 我開第一間 自己開第一間店的時候 那我都說一定要開 多一兩間分校 那因為 你當你 就是那個財富 那份集中是一個來源的話呢 就死了 這個這個是 就是 這個叫做預備 你籌備 因為你這樣做呢 你可能五年六年呢 都未必會 就是很快會有一個收入 你差不多 可能要花上 甚至十年的時間去 去建構一件事 但是呢 你建構了之後呢 其實很多東西呢 都自然會來的 但是你不是說 今天做我明天有的嘛 那跟著我會再分享呢 就是 那時候呢 當時呢 有一群朋友是一起做亞馬遜的 三年前 疫情前呢 一群人呢 就鋪在一起 就直接租一個辦公室 一起去做亞馬遜 那今天 去到現在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最新我有更新了 那這件事呢 我在Patreon裡面講 詳細一點講 那他們買什麼產品最得呢 那做了幾年之後 結果是怎樣呢 那當時呢 三年前疫症 真的好像發了個夢 那樣 那因為呢 很多以前得的那些事呢 譬如做空中小姐啊 或者做機師啊 這些呢 是很神奇的 這些職業呢 是很舒服啊 很什麼 那神奇地 但是全部人都失業了 就是那個行業啊 尤其是 還有旅遊業啊 甚至有些餐飲啊 都沒有了 那 由一個全城都是遊客 到突然間都沒有了遊客 那那個衝擊呢 其實挺大的 就是說 現在你說香港很差呢 我又覺得不算 就是 你遇到這麼多這麼多的事 去到一個極致 甚至封埋 不讓人進來 那但是呢 你那個 樓價都是 其實不跌得多的 其實我覺得是很誇張的 就是股票就不是啦 股票就跌得很厲害 但是 但是樓價其實 不算跌得多的 其實 我覺得很正常調整 那 跟著下去會怎樣呢 還有 這個 這個 這件真人真事 究竟後來是怎樣呢 那我跟著在Patreon分享 如果覺得這件有用呢 讚好分享給朋友 那 那大量移民呢 其實流來流去 其實現在全球的移民總數呢 是非常之多的 譬如印度就是一個移民大國啦 很多人都說印度會 會 會 之後 會 會取締中國啦 那 但是其實呢 你會見到呢 其實印度又跟中國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你細心點想呢 其實原來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不是一樣 很多 很多東西像 不過 不是一樣 下一個值得關注的國家呢 除了印度之外 應該是另一個國家 但是呢 大家都要保持這個競爭優勢 就是這段時間 我經常都說 你怎樣都好 你怎樣都要豎起耳朵 了解現在的經濟狀況 了解 人的變遷 人的變動 人的流動 人的想法 一個國家的轉變 這些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那些轉變是很細微的 你一般來說呢 是不會留意到的 但是當你留意到的時候呢 那個轉變是很巨大的 你看錯 看錯事呢 也會有很慘痛的結果 但是當然呢 你抓到機會也是 你成功的關鍵 沒有